好 继续带您来看到台湾自来水公司原住民乡镇取水回馈原乡事宜专案会议 3月15号在花莲县议会来举行 那么召集人田玉昕 县议员吴建智 迪布西赖以及邱光明 邀集自来水公司花莲县政府共同来讨论原乡的回馈机制 花莲县议会15号召开专案会议 并且针对原住民乡镇取水回馈原乡事宜进行讨论 召集人田玉昕则是针对会议的目的来说明 令各乡镇地下取水口也能定出回馈方案 以保护取水口以地层下限的问题 还有各乡镇取水口旁边应该设立长期监测地下水 以是否为大量抽取地下水而造成取水口当地地层下限的问题 最后我这边补充一下 我希望花莲自来水公司向反映地方民情早日 凝出取水口回馈方案宋自律法院审查通过 我希望你们能够早点落实回馈取水口 给我们乡镇跟我们的乡亲 因为我来这边召开就是我认为你们回馈太少了 那我想说争取多一点 电话站内从来车面已经有缴税了 则是不能接自台水 则是感到相当的困惑 那既然已经政府认为说这个房子最要缴税了 我们还要首先你所谓的一个年度的一个限制来讲 这个是有一点不太公平 既然缴税了 既然谁就没办法去取的 这是我们现在一个 我们乡下这边可能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 假如说首先你们现在的什么那个区域 那个时间的那个问题 那个现在缴税了好像在白缴一样 熊江公所名称科长何文中表示 既然有村民提出相关文件 则是会协助处理 他们这些住户提供了相关的资料 那我们就请建设客这边看 是不是可以依照卫定申请临时阶线证 如果有合法的临时阶线证 那这个部分我们专程公司也会愿意来协助协助 而这次专会会出席包括先言吴建制 迪布斯以赖邱光明同时也和自在水公司 欢迎进入建设处 运命处以及熊江公所共同来讨论取水回馈事宜 同时也提出多项建言 作为自在水公司未来的方针 记得讲连观视频道 咙